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 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的话呢各位来继续啊 唠唠这个三国战绩群雄争霸啊 这样的一个无双版啊 然后呢这个版本呢跟这个一统中原无双版呢差不多啊 我这里呢是在前面的四关合成了衣服和腰带啊 合法呢也是一样啊 然后呢效果也是一样啊 腰带加攻击力以及加防御力 之后呢可以看到呢我选择的是一个B长辽啊 这个电窜对照呢就是后前权46A 这位是有个大巧令 咱们呢来试试这个大巧令啊 这个呢也是这个版本的几个特色之一吧 啊令牌很多啊 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大巧 我这里一窜正好是铁机兵啊 窜得非常开心是吧 然后呢这个大巧呢又有不一样的技能啊 又这个我们来看哎这招啊 这招呢是召唤这个雷电啊 那这个大巧令咱用完咱往前看啊 啥不喝就不看了没啥意思 咱来看看这个铝布啊 来看看这铝布 铝布呢一开场招了四个小兵啊 我这里呢把小兵也在清掉 然后呢飞跌七手 打一个46A啊 打一个8A啊 这个上下A 这个我说的这个数字啊 你可以看一眼你的小键盘 小键盘上面呢这个啥啊 小键盘上面这个数字对应的方向键啊 就是我说的 对吧 4628啊 后肩下肠 然后呢咱们这里呢 对着铝布呢是打了一通这个毒气连招啊 我在当时直播的时候 我这 他们说这个铝布厉害是吧 本来我不准备破阵的 他们一说铝布厉害 我一生气啊 我就直接干他 因为这个版本我没玩过 这个呢是当时杜刚老板点喝的 他说来试试这个版本 所以说的我就试了一下 也算是 呃 反边开了一个这个巴西无双 我这位这位置在找节奏啊 这个电窜呢应该是这个张辽这个人物伤害最高的技能啊 我这位置呢跳起了6A 没躲过去 还没死 问题不大 那这他就打不死我了 白给 我这呢 接我一个最稳的连段啊 236A护肩 上下A 再上下A 给他打到屏幕的这个中间 然后我发现毒气不能追地啊 结果呢这个毒气还中了 我身上有鞋子 所以说呢 我快速的移动过去了 那么呢 再给一套连招啊 这里收一个反A 这样呢 不让吕布进反边 这正好能躲过去 他这一定有什么问题啊 以我这个目测啊 刚才那下是正好能躲过去 我跟那个D刺中间的间隔内 就是0.3厘米左右啊 但是也不影响啊 反正这么多命啊 不死两个白瞎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吕布啊 这个吕布呢 死亡之后爆成品的衣服啊 如果呢你打之前没有衣服 你呢可以考虑啊 来干一干这个吕布啊 然后呢 这个地方这个周鱼啊 这个周鱼的话呢 好多人说这个啊 不是 当时这个直播间 各位这个兄弟说 说这个周鱼有毒箭啊 你给他放出来 打死就有 开始我要去顶几下子 我以为他毒箭是撞的 后来说告诉我 打死就有 我说那妥了啊 我这里呢 就准备疯狂打死这个周鱼 这周鱼呢 招了一堆大板钻 我这位置呢 不管就揍他啊 你招板钻 我就揍你 然后下来一个 这啥 下来 下来一个陆讯啊 两代大 两代大都督是吧 通胎竞技啊 这个吴国最危险的职业 OK 死一个 你看是吧 我就说他们这个职业危险 那么呢 来了啊 这位置呢 毒箭来了 把这个破铝布冷了 没用啊 咱们 哎 看地下那个白虎神技是吧 跟二代一个效果 用完之后呢 地上屏幕上 所有的敌人 全变傻 然后我捡起了一个毒箭啊 这局呢 我是拿了一个三剑加腰带啊 它这个游戏呢 三剑加腰带啊 三剑呢 也有攻击力的一个加成 然后呢 腰带还不减 鼠面剑伤害 应该是怎么回事 那咱一起来试一下 它这个游戏呢 是全人物都能剪剑啊 哪个人物都能剪剑啊 然后这个鞋子有三段跳 我在死了以后啊 直播间的兄弟告诉我 说你刚才吕副 躲那个刺的时候 三段跳啊 我说我也不知道啊 然后这一发现啊 是吧 这一试果然是有三段跳啊 那问题不大 以后就知道了 OK 这里呢 我过孙权的这个德马西亚 毒气 运动 开A 毒箭嘛 敌人物嘛 无限连嘛 对吧 可以看到呢 伤害很高啊 是吧 简单无脑 这个确实是太简单无脑了 这个简直 简单无脑的令人发指 是吧 简单无脑的令人发指 OK 那这样呢 搞定了 咱们来看下一关 血难多金周啊 这一路呢 全是小老地儿 然后呢 行着往前走一直走的最前边 是许楚跟司马仪 这应该是固定boss 我猜一下是固定boss 然后呢 我玩的这个是三剧情啊 左上角那个 MOD 是一个三 也就是说呢 什么叫三剧情呢 意思就是跟 我以前发的那个 一统中原无双版 那个下臂 下臂无双榜 是一样的 然后呢 四剧情呢 就跟现在那个叫做 风神榜 是一样的 大概就这样了 区别呢 就是三剧情里边呢 小兵是小兵 大怪是大怪 然后呢 四剧情里边呢 就是 小兵里边 刷新 或者夹杂着大怪 这就是区别 剩下个花子 好像区别不大吧 应该就是如此 然后呢 这个游戏呢 你可以在开场之后呢 自己设置暴率 各种玩法 各种属性 你可以呢 参考一家视频 我视频的上部 最后来看这儿吧 这儿呢 守着这个地图的呢 是一个雪章辽 就那红章辽 也是不能打连招那个 我这也是歪打正招啊 我 我 没想拿这个小黄书 正好呢 是身上是那啥了 身上这个有不然 我就顺手剪了 正好这几个小黄书 打他用了 本来呢 这局的我是准备检查的 四剧套 就是 头盔 衣服 鞋子 腰带 因为呢 当时支部间 这帮兄弟告诉我 这个腰带 我这个腰带去了 这个四剑套啊 有这个组合效果 也就是说呢 套装效果 四剑套装合棋 说有一个不错的效果 所以说呢 这局呢 我就拿了一个四剑套 加一个三剑啊 然后呢 剩一个格子呢 捡了一个酒壶 这就是大概的一个情况吧 然后呢 这里可以看到啊 有这巧的令牌是吧 这巧的令牌呢 我在视频上部 我也演示过啊 这里呢 再演示一下 这个赵云给齐了 伤害还比较高是吧 然后呢 这个祝格亮身上有头盔啊 这个祝格亮的话呢 顶了一下呢 顶不头盔 我现在呢 怕给祝格亮打死啊 我不怕别的啊 好多人说你跑啥呀 干他俩呀 你说我这个伤害啊 我也摸不嘴啊 我感觉我伤害挺高的 我怕顺道给祝格亮整死 所以说呢 我这里呢 就是盯着赵云走 我的祝格亮啊 要给祝格亮整死 头盔又撞不着了 我这里呢 来一个电传 接上下A 再来一个电传 再来一个上下A 还没死 祝格亮给了我一杆野火 但是不容易疼 还不容易疼 这里呢 我愣张连剑 给祝格亮点倒啊 再把这个赵云点死 问题不大 最后来 前点道具 开始撞了 我准备撞这个头盔了啊 这祝格亮说 能撞出头盔 我这里还661下山一等 后来我发现根本不用啊 因为这661 直接就把这怪抵晕了 然后你看这个金珠啊 他这个版本 这个金珠 这个还挺那啥的 这个 还挺厉害的啊 这里我头盔顶出来了啊 然后我现在是四天套了 你看我的血在慢慢回啊 你如果细看啊 你细看这血在慢慢回啊 这就是四天套的效果 非常的 不气啊 但是呢 如果你打一些就是 可能不太妙的局势 比如说呢 刚才我打完祝格亮跟赵云 我就没血了 我不走 我就站在我等回 慢慢回血回气 你仔细观察我顶上的血泉气 他每隔大概一秒 他就回撕 所以说的话呢 如果你有这四天套 你哪个画面对吧 你打完了 啊 然后呢 你就等他回就行了 啊 这就是四天套的效果 然后我这里呢 是换是鼠名剑 你能看到呢 我这个兵剑啊 给这个黄盖一顿A 啊 伤害挺高 啊 我只能说上还挺高啊 因为我也 没法衡量 我这版本就 改版以后 他这之前版本的 这个版本V啊 呃 改版以后呢 我就玩过这么一次啊 所以说我也没有 这个参照物去衡量 他高低 然后呢 后来我终于发现 这个鼠名剑的 真正用法了 就开AB 黄开AB 凤凰开AB 啊 因为他这个AB是多段 然后来了啊 这是最后一关啊 这个是 叫做啥来着 三国龟头 最后一关 啊 然后呢 这里是来了茫茫多的boss 你也看到呢 这里有一个钢手啊 这钢手呢 比这个 呃 我认识那个钢手小多了啊 然后呢 有这个赵云 反正来的都是二代的 这些boss啊 钢手除外 啊 这个钢手呢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里的 他是 正常是天外魔镜里边的角色 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把一个格斗游戏的角色 做起来了 是吧 把这个三二的这些角色 加起来呢 我还就是 都能想明白咋个事啊 但是这个 这个 钢手是吧 比较诡异啊 感觉比较跳戏 那么呢 这个位置呢 是来了一堆这个 呃 绿色的这个棍兵啊 这应该是精英棍兵啊 他出招的很快啊 然后呢 我选择弄了一个竹子啊 因为呢 这个竹子呢 正好刻这个梦游 跟他把棍兵 这样的话呢 咱们拿下啊 这个地方忍者 忍者加吕蒙 呃 这个设计 挺好啊 因为呢 这个吕蒙呢 平时啊 发那个招就是招忍者啊 这里跟忍者组队 没什么问题啊 设计的非常贴切 这帮忍者都是精英忍者啊 他们会那个飞盘跟发电 还是挺厉害的 然后我这里呢 选择飞盘啊 这个忍者怕飞盘 飞碟轻他们 哎 你看这吧 他也会飞碟 我俩这个对着飞啊 没什么问题 这里呢 来一个电窜 这招呢 跟这个杰棒二代里边 这个警察的这个电窜 非常像是吧 那么呢 我这里是每一招都接一下啊 然后呢 咱们来看 下一波是什么玩意儿 我也记不住了 下一波是吕布加大驴 吕布加大驴 我这里呢 扔了个主步子 开了个必杀 搞定 全部拿下 那只剩一个吕布了 他白给了 全白给 毒气筒 扔完了 然后这吕布砸的有点快啊 我还没反过来 我玩这个 呃 要求封印在起啊 这些呢 就是正版杂的吕布 这个节奏习惯了 他就太快了 我还没反过来 那么呢 再往看下一批 下一批这是谁啊 这是女将带女兵啊 你看他这玩意儿 兵配的挺合理啊 虎把兵啊 貂蟬 貂蟬领部 两个必杀 也带走了 然后下一波 是个什么玩意儿 蛇 阿斗带蛇 这个组合 不知道 小孩喜欢玩蛇吗 无所谓了 这里呢 一个将脚军 接一个必杀 也带走了 反正这个三部屏 还挺简单的 基本上呢 你这有一点 基本造成都能通过来 那像这个呢 就最简单的 就是小别人打气 然后呢 boss打分 之后呢 出门呢 小别人打气 boss用气 出门呢 你就鞭尸 像我那样呢 就是 你可以参考一下 视频的上部 鞭尸 在一关两关的时候呢 把他比升高 然后呢 合衣服 合腰带 跟我这个无双版 做的交流差不多了 没差 那么呢 咱们接着看 这一波兵打掉 这一波呢 就是孟霍 但是呢 这个孟霍 他大体 挺的不倒地 搞定 然后这是 黄盖 黄盖 加一个熏手师 那么呢 咱们直接来 给一个让机 熏手师没了 黄盖还活着呢 挺坚强 这里黄盖 做的合理啊 黄盖做完以后 他晕了 就开玩招 谁做的这么大一圈 还能不晕呢 我觉得合理 来了 这个仨 这个仨的话呢 咱们骗个暴击吧 因为那仨也比较抗揍 是吧 骗个暴击打比较靠谱 我这里呢 扔了个动物说 来一个亮机 结果呢 最想动的没动上 不过不影响 对面司马一元地消 这个玩意挺好 省着他撞到咱身上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在两个仗机以后 开一个必杀 那就只剩一个敌方旅步了 这个旅步还是挺厉害的 就这旅步 我这里丢一个飞节 打一个电窜 上下A 反向 电窜 他这个电窜不好接啊 电窜伤害是高 但是不好接 这个位置还跟我玩得着 我会三段跳了 哥们 你拿我当傻子呢 同样的招 你对生动师玩两遍 你是真没看齐我 这里呢 在对面出电的破定 我呢 给他一套这个BA 接一个条 然后往前走 这个地方呢 也是大巧 也是大巧 只不过呢 大巧之前多了一批小兵 来了 大巧登场 只不过这个大巧可以连招啊 这个大巧呢 比那个大巧好打多了 那个大巧呢 也能连招啊 但那个大巧呢 只能AA连招 这个大巧呢 是 是真能连招啊 招都能连招 咱们来看一下 我再等大巧上来 这位置呢 刷的边是固定的 哎 这小斜着从啊 他是不是喝多了 酒架啊 这是 他为什么往下窜呢 下半也没人呢 是吧 不建议酒架啊 建议这个大巧 轻飞啊 这里来了 你看是吧 A电磁弯 哎 他飞到左边了 那对不起了 然后左上角的500 那个怒气系统啊 我一直都没用过 这个呢 是我什么呢 变成兔子魅力系统啊 让你的人物的魅力值更高啊 这样的话呢 怪更不容易打你 这是非常牛逼的一个 隐藏招子啊 三国战机呢 所有版本通用啊 变成兔子 增加魅力值 非常的屌 这里可以看到是吧 哎 你看看着 我这个魅力值上了以后 这佐斯不打打我了 看见了吧 看盘着 哎 包括背后小兵 看盘着 我这魅力值上了 背后小兵不打打我了 啊 所以说的话呢 这个东西啊 我自己都信了 OK啊 那咱们的街上先走 啊 这个地儿呢 他是抱了一个 雷神锤 对我想起来了 你呢 可以选到横着走 也可以选到往下走 横着走是桥上 打虚火 往下走的话呢 是 呃 桥下 也就是呢 风云在起那个电道 哎 是这个地图 他把这儿分开了 再来地图 然后呢 这个地图就啊 你往上走 一上一下 不有两个密室吗 啊 在下边的话呢 是那个小黄叔的密室 上面这里呢 是这个八 八卦阵的密室 然后呢 这儿我生气了 本来呢 我不想跟他俩玩这招 他俩逼我 啊 这两口子呢 逼我用独剑无限连 啊 这样的话呢 我用独剑无限连呢 拿下了这个铝布 拿下了这个铝布 咱们呢 再拿下这个调查 这游戏这个房 有点不得啊 这个房我用着挺难受的 他这个房呢 是你防完之后呢 他往后退 这个房又在像什么呢 这个房呢 往后退这个呢 有点像西游射装二代 查卡的那个西游戏 有点像那个 这个房贼难受啊 反正我是玩不习惯 啊 但是呢 这个一房呢 能连着房好多招 之后呢 前面我给各位 跳过去好大一段 好大一段 首先呢 是一个双boss一段 啊 操赔操杀 那俩怪呢 打得比较无聊 啊 一直必杀 然后呢 前面再就是 叫做乱世枭雄啊 那整张地图都跳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整张地图啊 呃 所有的小兵 八个一批 八个一批 出一遍 就是你所有这游戏里边 建议的小兵都出一遍 啊 非常的慢 啊 所以说呢 我给各位跳过了 包括 人形怪 动物怪 骑兵怪 巧 蛇 气压 都出一遍 那其实我倒觉得 显得太拖沓 显得太拖沓 然后呢 都出一遍之后呢 boss啊 每个遇到的boss 不是每个 大部分的boss出一遍 呃 三个三个出 没什么威胁啊 但是呢 比较的怎么说呢 比较的 我是觉得 个人是觉得 比较的不得 确实很拖沓 玩起来的话呢 感觉这个怪啊 呃 菜的要命 该杀不没 挺不爽的一个事儿 然后呢 这里呢 打死司马仪 有个司马令 正好呢 像这也一动了 这个地方呢 也是三巨头 一个联手 但是呢 没有用啊 这个司马仪 是比那个厉害 这个司马仪呢 不跑了 就个原地 就个原地 开始杀 那这就太厉害了 是吧 这比那个 找一个位置以后 那个司马仪 厉害太多了 然后呢 这三个怪呢 应该是 曹操是主boss 果然啊 顺便流被 全部都打死了 曹操是主boss 那么呢 咱们用三个司马 一边正好把这个 曹操给他干掉 啊 再准了啊 好吧 那删上来吧 删上来吧 然后呢 背面砸了一万个道具啊 咱们呢 一会儿呢 打还有一个boss啊 还有一个最终boss 武神 他这个呢 最后没有一关了啊 他这个呢 没有第八关啊 但是呢 有这个boss 你可以把这个 最后这个武神啊 看成第八关啊 这个关就一个boss 你可以看成这个 这个呢 也是乱雄小熊 武神传说里边 那个地图啊 最终的武神场景 只不过呢 他给上的是一个 二代的曹操 这曹操是二代的 但是呢 在有这个 毒箭动物书的情况之下 狗的儿不是 这个毒箭动物书是真猛啊 这毒箭动物书 得再打谁 你看这吧 这毒箭动物书 无限连这个玩意儿 啊 因为这个动物中毒以后呢 他起身呢 会再弹一下 所以说的话呢 就形成了这个 毒箭的无限连 啊 我这里呢 是干脆不让他落地了 所以说呢 最后这个boss呢 我打的也是很无脑啊 然后呢 这个头啊 这个头呢 相信你玩过这个乱石小熊 你应该不陌生是吧 这个头呢 背后火书电书啊 我也做过乱石小熊的 那个教诀啊 是吧 跟那个是一样的啊 然后呢 这个武神呢 加了一招 就是加了哪招呢 就是在这个 杀以后 挨打以后啊 有一个这个 自己取消啊 可以赌挨打 然后呢 到你背后给你一下就死 之后呢 这里呢 这武神的这个战斗金啊 这呢 就是结合了 呃 也不能说结合吧 还原了乱石小熊 那个武神 啊 然后呢 这个 给他增加一些 这个挨打反击的招子 啊 然后我这呢 隐身一 头来了我就用 啊 你看是吧 这个火叔也打不着我 然后呢 这个动物呢 我还能无限聚地 所以说呢 这里呢 动物书独剑 配隐身一 轻松搞定 啊 反正呢 这个 我当时啊 就是这么给他 无脑 刚死的 OK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版本呢 也给各位带到这了 是吧 整体来讲呢 还是对于 这次改版以后啊 他这个版本对于 新手比较友好啊 你就玩这个三聚集了 熟悉熟悉啊 当那个一统中原 无双版就OK了 这个剑没摆席啊 我得帮他摆一下吧 这个剑没摆席啊 建议从摆啊 这位置呢 过关也能动啊 哎 我给他摆席了 好吧 勉强当齐了 那么呢 伴随着最后的这个 啊 这个这个这个 结算啊 这个这个 精彩画面 回放啊 咱们今天的视频呢 就该告一段落了 是吧 我呢 是本期的解说永恒啊 如果呢 各位喜欢我做的视频啊 还是希望呢 各位能帮我点点关注吧 然后呢 转发评论赞 这些呢 也都走一走 是吧 好吧 那么呢 咱们明天同时见 不见不散 拜拜